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会让你再帮他们公司 你俩再这样闹下去 我们家就完了 老板 你那天第一天回过 确定不要先回家看夫人吗 对了 你刚刚说什么 你要不要回家看一下夫人呢 如果你再提到那个女人 我会让你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哦 喂 夫人 刚接到老板了 但是 什么 沐总的车 沐哥哥 你能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 我真的好开心呀 我最讨厌有人打断我的节奏了 难道这就是自载BGF的男人吗 沐白 我一定要夺到你 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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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乎 你这么急叫我过来 什么事情 说说吧 沐白 当初就是因为你坚持要投遗传病研究的项目 害得公司的股价都快腰斩了 遗传病研究这个项目 咱们已经投了六个亿了 还没有任何的回报 你看 那就再投几个亿 木白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们不会再跟你一起瞎胡闹的 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 你老丈人庄文成 利用这个项目到处骗钱 害得我们公司的信誉受到极大的损害 所以 我们一致要求 立即取消这个项目 爷爷 你看 芬兰这个烦人精又来了 当初要不是他和他家连时守护 现在穆太太就是你了 都说完了吗 既然我们想法不一致 那就没有必要再说了 庄文成的事情 我自己会处理 对了 蓝博士那边我已经派人去联系了 你们仨就不用操心了 你们这破房子连个镜子都没有 真的是一刻也不想躲的 穆白 夫人 老板 穆白 我来接你回家 回家 回谁的家 我们的家呀 李明轩 牵了他 我就跟你回家 你真的这么狠心吗 温兰 你能不能要点脸 穆哥哥他根本就不爱你 你还像狗皮膏药一样 一直缠着他 穆白 我真的不能离开 够了 你们一家人话礼拼 我早就已经受够了 离婚吧 穆白 你给我转 夫人 老板 夫人症状了 等医生检查了再来找我 救护车 叫救护车 那你对温清左的事 可不能让温兰知道 半年前 我发现妈妈的死 与庄文成有关 你混账了 庄文成 是我妈一步一步把你带到今天这个位置上 但现在你不仅背叛他 还为了这个小三打我 这是我妈的想念 你不配带他 把他还给我 你追他 从那以后 我便失忆了 他们让我签署了很多财产转让协议 还骗我说跟穆白定了娃娃亲 要不是这次被撞到了头 我根本不可能想起之前的事情 那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他背叛我妈 又害我失忆 我要让他把从我们家骗走的财产 全部吐出来 然后带着他的小三和女儿 滚出去 穆白那边呢 你打算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他吗 那个女人怎么样了 夫人刚出院 他派人送过来这个 他要耍什么手段 要不是当初我失忆了 我根本不可能嫁给这个无情无义的男人 就算张文成骗了他 也应该来问问我 现在 到了该跟他划清界限的时候了 夫人她 要和您离婚 说吧 这个贪得无厌的女人 她有多少钱 夫人选择定神出乎 什么 这一定是阴谋 一定是阴谋 这个女人换手段了 夫人在医院清醒后说 当初杀了眼才卡上这个冷漠又绝情的人 所以坚决肯定离婚 我这么完美的一个人 她竟然用这样的词形容我 恭喜老板 希望终于达成了 离婚写一输 我打印好了 您签字就行了 你有病吗 签字 李甩 你这儿 绝情冷漠的人该记得了吧 绝情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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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结婚 我这是瞎了眼 瞎了眼瞎了眼了 瞎了眼了 啊 决签决筹 不能签 文蓝 我倒要看看你这次在说什么华招 穆白这个人又自私又浓漠 我真是非常可怜的 如果一切能重来 我是一定不会跟她结婚的 这才是我认识的蓝姐嘛 你都不知道 自从你结婚之后 我发现你整个人都变了 没有了往人的自信 甚至你连你最喜欢的项目 你都放弃了 好了 我错了 不该放弃事业 哎呀蓝姐 我长大了 我不是小孩子了 长大怎么了 那也是我弟弟 打扰到你们狼情惬意了 你来干吗 协议签了吗 这么着急离婚 就为了跟这个小白领在一起 你乱说什么呢 不白 提离婚的人是你 我都同意了 你在这儿废话什么样子 别赖举蓝姐 赶紧把协议签了 跟我老婆说 关你什么事 老婆 这个词从你嘴里说出来 真是挺搞笑的 我们走 现在回心转意还来得及啊 强调一下 离婚协议尽早签给我 我们现在这样暗昧的情况 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怎么 还不够啊 太可恶了 我这么完美的一个人 她竟然敢无视我 所以 您还是到医院看看夫人了 这是重点吗 重点是她作为我的妻子 竟然还当着我的面 和别的男人手拉手 况且那个男的还那么地讨厌 齐总 老实总虽然说肯定不是一个行的 可不也不讨厌吧 你这阳光又可爱 我听说现在女生就喜欢这块的 不行 跟这种审美有问题的人 一秒都不能多担 合同 签字 离婚 笔 你终于签了呀 我终于像丢垃圾一样 把你丢掉了 老板 签段 这根笔呢 是我平时签合同用的 用它签离婚协议 不太激励 有道理 用我的 你长期跟在我身边 用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运势 有道理 新买的 不理你选你故意的吗 你要是不想离婚 就不是跟夫人服个软呗 是不是我签了这个离婚协议 就代表我被离婚了 可以这么说 那我不签了 凭什么是她提离婚 要提也只能是我提 喂 先生 夫人在收拾行李 说是要搬出去住 什么 温蓝 所以这次的生命是 离家出走了吗 你要去哪儿 关你什么事 离婚协议还没有签 我现在依然是你的丈夫 所以我有权利知道 一边催我离婚 一边假装摔倒对我投怀送抱 你这半年来的招数 可真是一点进步都没有 你这是欲擒故纵吧 我知道 你根本不想跟我离婚 是吗 让开 看见了吧沐总 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会本能地抓住 离自己最近的人婚物 怎么 沐总刚才也是在对我 投怀送抱吗 我这不叫投怀送抱 这叫复畅复遂 穆白 我真是搞不懂你 当初提离婚的人是你 现在我答应了 你又开始死成懒打 你这个行为 让我想起一个合适的词 叫做反戒 我们现在这样暧昧的情况 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怎么 还没夸 安静 不好意思啊 那你就等了 我刚被一个疯子浪费了点时间 疯子是穆白吗 她不知道发什么疯 刚才一直拖了行李不让我走 对了 之前你查那个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果然不如你所料 在温清阿姨去世之后 庄文成和许舒荣 已经将温清阿姨留给你的所有财产 都转移了 我就知道 他们趁我失忆的时候 骗我签了那么多字 目的就是为了将我妈的财产 转到他们名下 阿楚 姐姐谢谢你啊 放着持家继承人不做 一直留在我身边做助手 蓝姐你别这么说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 商场的事还是交给我哥吧 我就和你认真地搞实验 蓝姐 我阿楚不论什么时候 都会在你背后陪你 对对对 咱们阿楚现在不是小孩子了 您好 请慢用 谢谢啊 不客气 老板 赵王晨叫你明天到家吃饭了 不去 我听说明天夫人也去 一会儿他俩来了 就按照我说的做 必须阻止他俩离婚 爸 就算他俩离婚 对我们也没有影响啊 柔柔 你不懂 要不是当初温蓝失忆了 我骗他嫁了出去 我们怎么转移他妈的遗颤呢 何况你爸现在还靠 慕斯集团的名号挣钱呢 妈 既然财产已经在我们手中 赶他出去不就行了 蓝蓝 你回来了 妈妈好想你 这是我自己的家 我不可以回蓝蓝蓝 妈妈不是这个意思呀 快送下 来 做了好多好吃的菜 您还真是一位 贤阳淑德的好后妈呀 蓝 怎么跟你妈说话的 我妈 我妈已经去世了 你怎么又提这事啊 不早就过去了吗 看着我做什么 不干什么 我就是想知道 你打算坐我的位子 坐到什么时候 什么你的位子 我现在虽然嫁人了 但这里依然是我的位子 别以为我不在 就把自己当庄家大小姐了 我本来就是庄家大小姐 你刚刚说什么了 爸 听到她刚刚说什么了吗 她说自己本来就是庄家大小姐 她不是我妈去世后 徐姨改嫁带过来的脱油瓶吗 难道是你亲生的 蓝蓝 柔柔不是这个意思 她和你一样 现在都是我的女儿 对对对 这是一个位置而已 柔柔 来 坐坐坐 我不坐 你自己跟亲生的还是有区别 这个你要对自己身份有认知啊 让你看看到底有什么区别 柔柔 柔 柔柔 柔柔你等等我 柔柔 你别多存进吃啊 再怎么说呢 她是你姐姐 上头给她霹雳当天去 你也太偏心了吧 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回来是要干什么呀你 不是您叫我回来吗 那正好 我有点事情要跟你商量 我要回来继承妈妈的财产了 您让那些外人都收拾收拾 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混账啊你 夫人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 对昨晚年年不忘 岳父大人 虽然您是兰兰的父亲 但我更是她的老公 所以我不希望再看到 有关任何打她 或者骂她的事情发生 刚才啊 是她姐妹俩 你知道的 八难嘴 生活中难免 既然来了 来 坐下吃饭吧 饭我就不吃了 我只是来接温兰回家的 走 这 来 你撒手 放开我 都已经走到这儿了 没有必要再演了吧 我刚在里面帮了你 你现在翻脸不认人 我是不会感谢一个 即将成为前夫的男人 温兰 我突然觉得你很有意思 有点不想离婚了 放心 牟总 我有一万种方法让你签字 好 离婚协议 尽早签给我 你 你轻点 老板 干吗打树啊 这个女人竟敢威胁我 我倒想看看 这个女人能用什么招数 逼我跟她签字 老板 我查到夫人住哪儿了 在哪儿 实在酒店 什么 她住石楚家的酒店 你 别着急 那你这样 你继续帮我盯着 有什么情况 随时跟我汇报 吃醋了 我 我吃醋 我怎么可能吃醋呢 石楚 不行 赶快 什么 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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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tons 赶快 我以前是把门放的 子 我自己养得 我以后 不要敢 妈妈留下来的心血 蓝姐 你不能再喝了 一杯 不能再喝了 就一杯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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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请坐坐 马上回房间了 石厨 放开你的手 蓝姐姐和你离婚了 你有什么资格把她带走 我一天没亲子 一天都是她的丈夫 那你也不能带她走了 不然 我就保安随你 她是我的妻子 我要带走了 合情合理也合悔 这蠢蠢 这个蠢蠢蠢 我想吐 出水怎么报事啊 宝贝 你干什么 你昨晚把我换的衣服啊 昨晚的事 你不会全都忘了吧 昨晚 小心点儿 你轻点 轻点儿 我去给你找件衣服啊 搬得可真干净 你这也太臭了 你这也太臭了 已经换些衣服啊 那我就穿这件吧 你出来你干吗 救命啊 太臭了 昨晚吐了我一身 你还恶人先告状 你个卑鄙小人 趁人之危 就算昨晚真的做了什么 那也是正常的夫妻交流 慕总 你不是不行吗 怎么突然又行了 谁说我不行 我们结婚七个月 你躲在国外半年多 怕不是为了治疗什么 玩极吧 看来我是没让夫人满意 夫人都对我产生厌倦了 那我今天就好好补偿你一下 你现在这样 我差点以为你动情了 我会对你动情 做梦吧你 那既然不是动情的话 就是发情了 慕总 你的春天还没到呢 怎么就开始发情了 你别蹬鼻子上凉啊 那你和我离会啊 喂 老板 石菜集团新任CEO时讯 再交开记者发布会 他竟然宣布 要跟咱博士合作 知道了 我先挂了 还没说完呢 我现在很忙 没空跟你掰扯 不愧是慕总呀 又要临阵脱逃了呀 你就那么想离什么 当然 明天下午你来找我 我跟你令 石总 据传闻 贵公司和慕斯集团之间 存在恶意竞争 请问是真的吗 看来大家对我们实态 还有所误解 其实我们已经准备了五年的时间 这并不是什么恶意的商业竞争 在我看来 我们和慕斯集团研发的同类型药品 没有任何的进取关系 特别是蓝博士的加入以后 我相信我们的产品 一定会率先的推出市场 大话连篇 立马让市场部 召开新闻发布会 好的 老板 李密萱 蓝博士联系上了吗 还没有 我问过国爱的实验室 他们的负责人说 他已经回国了 我就不相信 这个实验能联系上 一定要敢在实态之前找到他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跟他尽力合作 好 我之前跟你说的 你也赶紧去办 还有上周 我让你交的报表 赶紧给我交上来 每天不要老想着偷懒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好下午离婚吗 现在去民政局 应该还来得及 我今天呢 还有很多事要忙 我们改天吧 你忙什么 李密萱 我去找他 又想临阵脱逃 你也太自有的事了 那你在怕什么了 占卜我了 我帮你 我来 我们去再走 你有个人 夫人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 对昨晚年年不忘啊 这位就是我们精华实验室创始人 温清女士的女儿 你不会是靠你妈的关系走的后门吧 彩虹喧哗 在雨后天空 哪里曾有 倾盆的美梦 云衣着草木森林 留下存在过的痕迹 Bad and Magic 随星星相动 快速温柔 到你的时空 担心记忆 冰封记忆 早懂过一秒 就安心 就算一切消失无际 也曾留下勇气 见证新生的美好的世界 看花开一颗颗里 守护它的美丽 与生命多给予多神迹 却没记忆的神迷 就算一切消失无际 也曾留下勇气 血液里冲击 我感应在爱里轨迹 穿越光年外找到你 守护你熟悉的气息 陪伴我 再去熟悉的气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